这个义呢就是指的是一种全变 全变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过度了 过度了我要让它变回来 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意味 所以它有一种主持正义的 或者是才智公平的 或者是它救助弱小的 帮助一些善良的人 铲除一些奸命 类似像这些行为 都叫做义 所以义这个字往往需要咬着牙 甚至需要动到干戈 因为没有这个手段 它不能返回这个正道 在这个过程 就叫做义 比如说我咬着牙 我这没有什么钱 可是它比我更困难 我还掏钱帮助它了 是不是有一种咬着牙的意思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教训这个人 这个人不教训 已经是没有办法救另一个人了 因为你看到一个人 正在欺负另外一个人 打在遍体林上 你说不要打了 他说你算哪颗冲 他连你一起打 对不对 你要嘛就走开 要嘛你要救他 你得没有选择 你得要跟他打一架 不是这样吗 那种就是不得意情况 这个 而要付出一些成本 这个就叫做义 那么这一句话说 大道费有人义 大道费已经不见了 所以不得意就来提倡人义 而也因此产生了人们对人义的执着 所以叫大道费有人义 那说为什么大道费又费了呢 因为上古时代人烟稀少 所以没有争端 没有比较 反正你饿了 你就到森林里面栽野果 我也是这样 那森林到处都野果 所以我不会觉得 你栽哪一棵树的野果侵犯到我 各位对不对 这没有争嘛 到处都有空气都有水嘛 没有争嘛 各位你如果现在家里面 有一个水龙头 路过的一个人 打开你的水龙头 洗洗头洗洗脚 对不对 也没有道谢就走了 你有什么感想 你会觉得满心不快 他如果打个招呼也就算了 打呼都没砸 我家的水龙头 你给我随便开 各位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损失了 你说不 我是觉得不被尊重 各位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家水龙头 他帮你打开 会留钱到你家里面去的话 不必尊重啦 你会立个牌子欢迎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争端是哪里来的呢 你觉得有损失 为什么你觉得有损失呢 因为他稀少 所以亚马逊丛林里面的野人 他们彼此不争的啦 这整天睁开眼睛 如果不饿我们就好好去玩耍 如果饿了我们就去摘野果 对不对 你也随便摘都有 我也随便摘都有 我们不会觉得被侵犯 所以那个心体上 没有好恶在那边翻腾 没有把我们的心体训练成分别好恶 没有没有这个过程 不表示他心体里面没有发生啦 但他的心体的发生是没有得失 没有熔乳 你穿树皮我也穿树皮 我们有什么好熔乳的 也没有说你的哪一片树叶比较好 就算油比较好我也是随处摘得到啊 不是这样吗 你说我用草边的 你用竹子边的 那我喜欢的话我就去找竹子边 那也不是一样嘛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熔乳的关系啦 现在如果你拿一个菜市场的 这个包包 人家拿一个LV的包包 然后两个都是同学 开个同学会站在一起 对不对 你就觉得矮一节啦 我们农场也有一个LV包包 那个采菜的时候不是给你一个包包 你同学会提提看 你马上提出 提出满腔的心酸啦 你看这个是不是好恶 是不是天天上冲下起 只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古无争所以大道还在 我们现在所谓的大道是胸中那股 生机啦 我们有时候说胸中那股浩然正气 这其实也是一个误会啦 你放松你的胸怀 它生机盎然 现在我们提浩然正气也是一种执着 你会故意提起一股正气 对不对 那股已经不是浩然正气了 它不需要你提起的 它只需要你一切放下而已 那等到这个中古的时候 人物见多啊 那土地是有限资源是有限的啊 那就要来制定一些规则 规则制定了你不遵守 你愉悦了 那就是激起我满腔怒火 对不对 所以人物多 它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好恶的一个竞技场 一个训练场 就在你的胸中就在那边整天培养 所以 纷争就起来了嘛 那人们本性中那个宝贵的生机呢 就丢掉了 所以大道废不是宇宙的大道不见了 宇宙大道永远都在啊 它哪里有废啊 是废 废是废谁的啊 就你的而已啊 废你自己身上那一份啊 那圣人为了救世 所以他不得已 大道既然大家都不懂了 我们说不要分别 说胸中有一股生机 这听不懂啊 完全听不懂啊 所以为了要救世呢 只好提倡一个跟大道 最为相近的东西 期盼让我们离大道不要太远 那只好提倡什么呢 就是人 那一开始可能是只是讲人啊 只是讲将心比心啊 只是讲说为人好 就是讲这一点 可是呢 这个人讲久了呢 就有虚伪就会出来 所以为了节制他再讲一个义 那义不讲不打紧 义讲了之后 你连义就开始伪装 人一开始讲了 让人被你给伪装掉了 提出一个义 义又让你给伪装掉 所以圣人以后 不论提出多少字啊 都会被你给伪装掉 就变成一个虚伪的人 跟虚伪的义啊 本来是人义两个字 作为本性的阶体 让我们重回这个道道的这个怀抱 不过呢 我们后来因为有争端的人 不了解心体上的贪嗔 无分别啊 无取舍是什么东西吗 所以你知道人义很好 尤其这个古代的儒者 学人学义 一辈子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你看他的分量有多重 对不对 你越看越重 他的好恶就要越深嘛 当然社会就越有规律 没有错了 但是个人的修为上好恶呢 如果你不懂他的本意呢 好恶也要越深 所以人义这两个字 其实在心体上啊 当我们了解他 吸收他的时候 已经暗藏着取舍了 他实际上已经不及这个道道的生机浑然 可是呢我们就以这个人义来做知识嘛 以人义来做标榜来做学习嘛 那这个很可惜 这个其实是得到一小部分的失去大部分 我们看南华经 就是这个庄子里面的一小段 说全河 鱼与香鱼 处于鹿 说这个水啊 干了 干河了 然后这个鱼啊 我们就看到那个小溪干掉的时候啊 一个小鱼在那个 剩下没有几滴水的 快要干掉的这个小溪里面 简直跟路上没有两样 相徐与湿 相濡与末 两个都失去水了 对不对 就互相慰藉 我土泡泡给你 你土泡泡给我 勉强为戏啊 不过在那个时刻呢 聊胜于无嘛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许就是吹啊 吹出来啊 相许与湿 吹出来一点泡泡 相濡与末 末也是泡泡 不如相望于江湖了 说与其在那边 我吹你你吹我啊 那还不如真正回归 大海 回归大海 问题是这样 你不知道大海的存在 你不知道那个江河的存在 因为你在水中不知道有水的存在 那在气中也不知道气的存在 就像我们现在身体里面呢 说有一股气在 有一个生机在 你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与其欲窑而非结 不如两望而化其道 你说你去称欲这个窑 然后去批判这个节奏 我们都是自古就是如此嘛 那这无可厚非啦 因为这个于知识之道是要这样 但是呢 于心体上却不是这样 心体上我们面临尧顺 有面临尧顺的感觉 我们面临节奏 有面临节奏的感觉 只是一份感觉啦 在心体上 那个气上是不能存在着好物的 所以不如两望而化其道 就在心体上不分别 心体上什么意思啊 胸中那一股气 在那股气呢 在起起落落的时候啊 我们对他呢 不可以有分别取舍 这个刚刚我们讲过 那个例子比较像 像父母对一个乖的小孩 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 那个为他们好的心呢 的态度还是一样 不过 你对他们的处事的办法会不一样 比如说你可能这个小孩真的很调皮 你会揍他两巴掌也不一定啊 你会打他两棍子也都不一定 你把他隔开也不一定啊 你给他痛骂一顿也不一定啊 对那个被欺负的小孩 你可能更多给他关怀啊 你给他帮助啊 方法是不同的 但是为他们两个好的心态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这个心态转移到跟 面对摇根兽 我们对他的方式会不一样 这个我们如果是五王面临到咒王 也会伐咒的 可是你说五王伐咒 有没有为咒王的好了 确实是有的 各位你说怎么证明 历史上的遗留下的资料 五王伐咒之前 告诉他说你哪里哪里哪里做不好 还给他一份文书哦 希望他改善 时间多久呢 三年 所以你看五王是不是真的希望他好 他希望他好了 他希望他改 你改了之后我还是你的臣 你搞清楚哦 八百诸侯还都是你的臣哦 一次不改两次不改三次不改 你没有办法就罚咒 罚咒为什么 因为你不给他罚掉 他造的念还要更深 受遭殃的这个百姓还要更多了 所以从心体上他还是为大家好 不得已而为之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道 道跟这个仁义是有差别的 道跟那个海是一样的 那个仁义就是跟相许与思相如以沫 两个嘴巴在那边靠来靠去 然后吐一堆泡泡 各位你看过这种画面吗 你的菜市场卖鱼的活鱼的 你就会看到这个像这种现象 活的鱼没有水啊 就在那边吐泡泡 还不如那个回归到自然的那个水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 就是夫妻结婚了 然后呢吵架很多啦 就是说吵得不可开交啦 吵得都要闹离婚了 你问他为什么吵 他说因为他不对 他说你为什么不对 因为他答应我的事没做到 你答应他什么事没做到 他说他以后呢 吃完饭他要洗碗 他没有做到 我不是在乎洗碗的问题 我是在乎他答应我没做到 你这种话你有没有很熟悉 就是他的人意已经建构在满腔的愤怒里面了 对不对 他做到了人做到了意他不一定会有满腔的感激 他违反了人违反了意我就满腔的愤怒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这个纠纷就是这里来的 家里太多好人就会每天吵架 家里有那种会认错的说我不是好人 我认错 我改进他就不会吵架 所以这种人意不是真正的人意 不是古生先前说的人意 说大道费有人意 标榜了人意反而执着了人意 对不对 反而这个把人意给伪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